这个把刚刚的这些这个部分 刚刚是直接按下它是输出了 但是如果说今天的我不是按按钮 而是要插入函数 那我希望产生一个函数 就是说 这个函数我制定的函数他当然呢 也会需要跟你互动 所以特别至于执行的话呢 记得不是按按钮执行 也不是透过VBA 上面的按钮 而是透过插入函数执行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叫成绩函数好了 成绩函数 那我如果说希望给他的是一个什么平均成绩 那他给我最后的结果到底合不合格的话 那该如果乱写 那首先第1个一样 先切到VBA 我先把这两个字 复制一下 先到这边的一样 先插入什么插入一个程序 一样在Function里面插入程序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一定要用Function 把这边 随便说了 成绩函数好了 我习惯 干脆这个名称的话 也叫成绩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部分的话 他需要跟你互动 所以他一定会跟你要资料 要什么资料呢 他要跟你要 你要给我平均成绩 所以你就把平均成绩 放在刮壶里面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上面就是一个叫平均成绩 那一个文字方块 要使用者填一下 平均成绩在哪里 OK 他就点了 他就点了一个位置给你 点了哪里 点这个 他就把12的储存格资料 80分传到这边来 所以传过来之后 他会存在这里 那我接下来做什么呢 他给我的嘛 所以我一样做逻辑判断 IF IF什么呢 如果那个平均成绩 因为他存在这里 所以我把 这个平均成绩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来 如果平均成绩大于等于60的话 空1格10 其实写的方法跟刚刚一样 一样我就再打L Enter两下再打Enter 其实打法跟刚刚一模一样 OK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如果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做什么 把结果丢回去给谁 给屏 成绩函数 特别注意 刚刚是丢回去给那个储存格 那方权不一样 方权会丢给自己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不合格的话 就是底下L十部分 所以再复制一下 这边打一个不合格 OK 好 特别注意喔 要注意一下那个差异喔 前面的部分是 先 取 都是自己去取 自己去丢 这个的话呢 是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跟我互动 然后你把 成绩给我 那我最后把结果丢到这个储存 这个方权 本身喔 那这个方权 因为 游标放在某一个位置 他就把那个结果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大概流程是这样 跟上一拜讲的一样 所以我让一下给大家看喔 OK 这边的话 写好了 插入 一个 插入函数 使用者定义 成绩函数 跳出来了 平均成绩给我一下 这个平均成绩给他 有没有 他会 做逻辑判断之后的话 合格 所以他把合格丢给谁 丢给 这个 方权叫成绩函数 所以把这个合格的结果 丢到这个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把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差异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他不会 不需要回圈 不用for回圈 只是说呢 没有回圈变成你要自己向下填满 变多一个动作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喔 这个叫做制定函数 OK 不过说真的 一般 我问的蛮多同学在工作上应用 当然 还是按按钮会用的比较多 不过制定函数当然也会有机会用到 只是相对的没有那么多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那个制定函数 改成要成绩多重函数 也就是结果 不要 是合格不合格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把这边改一下 上面的这个 方选复制下来 记得方选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这边一定要改多重 OK 这边的话改多重 记得吗 你那个上面改的话 下面这边记得要改 因为这边 它是丢给 这个方选 名称不能跟上面一样 一定要这边改 这边记得底下也要改 那再来的话 其实跟刚刚那个叙述差不多 这边 所以这边可以把大于等于八十分 那我就输出A 然后呢把这边复制一下 Enter两下 Enter一下 然后back到前面去 贴上去 然后把这个L 补到前面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70 那就是B 那这边再复制 那Enter back到前面去 这边的话呢 就变成60 那就是C 所以其实这样改还蛮顺的 所以以后慢慢习惯 你尽量找一个 你可以改起来很顺 然后呢也不会犯错的 那就是好方法 好那改完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多重函数就OK了 那再来的话试一下 插入一个Function使用者定义里面有没有成绩多重 有OK 然后呢 平均成绩 A 向下填满 结果一模一样 这个叫 制定函数 这两个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 也是有点复习上个礼拜讲了 不过这个 函数 逻辑 知道一下也不用死背了 那就可以 把原来你可能要 做一大堆 写一大堆公式 那把那个整个动作简化了 那使用这个Function的方法 就跟什么呢 原来用内建函数的这个使用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反正跳出一个东西给对的东西他给你结果 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实际上工作 Sub其实相对比较多 所以 后面也许我们大部分 可能讲那个Sub会多于Function 如果你 工作上也有需要很多写方学的需求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 自己用类似的方式去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所以今天大概我们前面就是把 逻辑函数 做了四个按钮 四个Sub 跟 两个 Function 两个制定函数 OK 试一下 那当然完成的这个程式 如果还是有细节上的问题 那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把 我刚刚写好的程式 一样有贴到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哪一个云端上面的第四页地方 也有 我刚刚写好的一模一样的结果 先oshop 判定